我要做程式斷写 那 当我按下它之后呢 我要能够全部都新增进去 那其实新增 新增资料是这一行的 新增这两个程式copy一下 那用它来改一下 那怎么改 这边就要 我这边有个call 这个是新增一笔 那实际上呢 如果你要新增多笔非常简单 关键在这里 R 为什么 R的话是哪一笔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 这个R把它当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从 我的资料在哪里呢 是要从 第2列 一直到哪一列呢 到第18列 这是一个范围嘛 那如果说你 18列不一定是 固定的 你可以按Ctrl向下 这个也是 可以知道说 一定从第2列一定是没有错 因为第1列是 蓝名 对不对 从第2列然后一直到最后 我镜头的那一列 请你帮我新增到资料库里面去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我给你讲 所有的资料 Excel的资料 通通都可以 你按按键 只要你 把那个 S 有没有 上面东西 有没有 建立好 一个萝卜 一个坑 你将来就可以多一个按钮 按一个按钮 Excel所有的资料都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非常方便 那我要怎么样完成这个程式呢 其实 我想前面如果 对于那个for回圈 了解的话 你应该自己都可以写得出来 所以第1个的话呢 我们就要在这个r上面做动作 那这个r要做呢 就把r改成i不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们的 先把它在上面 先把回圈 写出来 回圈的话 是for 什么呢 for i 等于 多少 2到 那个 我们用那个 range 这个 第2 当那个 我们的 第2按 Ctrl向下 有没有 所以 我们就以那个第2 当成是我们判断的意思 所以 撰写的方式 你就打一个range 刮糊 然后用第2 因为我们在第2 第2 然后当基准 点 刚用很多 and 对不对 刮糊 然后 当 刮糊 点 点 点ro 对不对 我们哪一列 对不对 OK 那这样回传 不就会知道说 点下去一定就会停在第 这个先关掉 第18列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是第2到 第18了 那记得按 Enter nest 有没有 这个都一样标准化流程 再来的话就是什么样的呼叫 有没有 就是这一个你可以把这一行成什么样 搬到这边来比较好了 搬过来 那搬过来之后的话呢 最后一样match 新增 资料成功好了 那 呼叫什么呢 这边的话把 改成什么 改成i 比较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呢 所有的 R 就会变成 一个变数了 这个变数就从第2列 全部 一直往下跑 跑完之后 我们就 所有的资料都进去了 所以我们